范蒂冈电台训 教宗方济各于11月24日基督普世君王节 在圣伯多罗广场主持大理弥撒 结束信德年 来自全球五大洲的六万名信友 参加了这场盛事 并亲眼目睹了两项重要创举 教宗方济各将他的心劝欲 福音的喜乐 授予教会和社会团体的代表们 首次将圣伯多罗宗徒的圣读 从宗座大楼小堂迁出 共信友瞻仰 教宗在弥撒讲道中表示 基督是天主造化的中心 基督是天主子民的中心 基督是人类历史的中心 这个中心一旦失去 被其他东西所取代 为我们周围的环境和人类 只能造成损害 若将耶稣置于中心地位 即使我们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刻 也能被照亮 他赋予我们希望 好似今天福音中 在幼道身上所发生的那样 》终于我们中心地位 祂赋予我们 祂赋予我们 感谢观看